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来看一下我之前说种不活的蜘蛛兰 今年种活了 而且长得非常的漂亮 果然蜘蛛兰是喜欢有水气的环境 那我把它吊在哪边 我把它吊在那个喷雾气的上方 那它就会保持每天早上喷一次雾 大概在六七点的时候 我用定时器 六七点的时候喷一次雾 然后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时候 它又喷一次雾 那它长得非常的漂亮 今年就长得非常漂亮 果然它还是需要这种水雾型的环境 就是早晚有雾气就可以了 其实我就没有对它交水 我只是对它早晚有雾气这个环境而已 因为雾气的时候它就会累积在上面 你看它那个根系 整个都已经开始长出来 尤其是这种新的根都长出来了 非常的健康 那个绿色像这个颜色就是表示它长出来的新根 而且它看起来 这样看起来明年的拍花性应该是会很不错 我觉得它还蛮健壮的 那所以呢 我发现蜘蛛丸应该是要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颗 另外一颗也是长在这种水雾型的环境里面 这一颗 你看它一根也是全部都趴上去了 而且蜘蛛丸我觉得它是怕 我觉得它是喜欢比较热一点的环境 之前在冷的环境它都什么都不长 那有些人说有人问说蜘蛛丸为什么不给它水草 蜘蛛丸是很特别的 你给它水草 它很明显它就会烂掉 它需要这种攀在那种 光滑的环境上 就是它不要有完全不要有任何的积水的环境 这时候如果你给它那种积水的环境 它就会烂掉 那这种蜘蛛丸呢 其实现在市场上非常非常多 主要来自于泰国 台湾的话是苹果绿颜色 之前有介绍过 那主要还其他的话就是来自于泰国啊 来自于缅甸啊 有黄色的 有绿色的 有红色的 有咖啡色的 那咖啡色的很漂亮 我觉得 那这个呢 其实我发现 如果你有水雾的话 非常好中 看起来现在目前是非常好中 长的根系很漂亮 然后目前看起来也不太会有什么 环境不适应的状况 只要热 我觉得看起来是还好的 那它呢 它即使它出品很快就可以开花了 看起来 我记得出品它半年到一年 它就可以开花了 那这时候还是算中苗左右 这是明年 这大小明年应该都可以开花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所以 它的环境真的是很需要那个雾气 我之前在中火的时候 因为没有雾气很容易干死 就是中一中 它就整个干掉 然后爆去 那今年呢 看起来我加了一个 它放在水雾墙的上面 就是我有个加湿器 它放在加湿器的状况 上面状况下就非常非常好 其实加湿器 我觉得非常适合任何种的 虽然它的雾气没办法累积下来 但它在它正上方还是会产生水气 它非常适合 你看它在上面的 我觉得蓝花都长得很不错 它整个加湿器的正上方的蓝花都长得很不错 像这个是死乎蓝 这应该是天宫了 这种天宫啊 或者是 这边 看 这颗虽叶里啊 每天在它正上方 它叶子长多大呢 它叶子长这么大 非常的大的叶子 它就是它正上方 那 它在它正上方 其实它 它虽然每天干湿干湿 现在是完全湿 因为 等于它喷水 喷完以后过一阵 它去全湿 全湿完以后 它等一下会干掉 那你看它这种干湿分明的环境 它根系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完全全干全湿 因为它过一阵子 它就整个干掉了 那当然上面的蕨蕨也长得很漂亮 这个蕨蕨就 就让它长吧 这个我也没办法 拔起好像 感觉会伤到它的那个 伤到它的下面 所以还是不要 那它这个 这个根 这个合色根是之前 把它那个根系摊开的时候 产生的状况 这个没有关系 接下来它的根就盘上去 像这种攀上去的根 只要注意 你就要注意这种攀上去的根 有没有问题就好了 这种攀上去的根 只要没有问题 表现它植株的状况就非常非常好 所以你看它其实那个植物 这种蕨蕨蕨啊 或者是那种植株丸 其实还蛮需要水分的 它喜欢这种有水气的环境 而且那个叶子长得非常大 这个叶子长得非常大 这么大一个 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非常的健康 水气很足够 所以它也很健康 这还蛮有趣的 所以虽然雾气 它虽然雾气的环境 真的还蛮适合 我觉得雾气的环境 真的还蛮适合蝴蝶蓝的 变成它的植株的状况 长得非常好 当然啦 这个雾气本来是拿来种 就是家私嘛 来种种看那个 来种种看那个大蜘蛛蓝 我觉得大蜘蛛蓝状况非常的好 OK 好 那今天大概就这样子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